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过了今年 刚刚秀恩一直在提醒我们 接下来的节律 来年的节律是什么呢 情人节 大家情人节怎么过啊 找我要有什么啊 还有呢 鲜花 还有呢 好吧 那我现在就介绍一个情人给大家好不好 通常我们过情人节都是什么 鲜花啦 珠光晚餐啦 还有那个巧克力啦 还有呢 一定会买一套漂亮的衣服 把自己打点的整整齐齐 对不对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定要把自己的皮肤照顾得好好 因为当我们跟情人约会的时候 会怎么样 他会近距离看你哦 对不对 衣服可以 如果穿的觉得不适合 可以随时的换掉 可皮肤一定要早点打 打理好 对不对 是不是 那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自己个人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套产品 这套产品呢 我们从差不多三年前用的那个基础的六建筑之后 2017年这一套产品最新的出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一直用到现在 非常非常喜欢 我个人会觉得它是我用过 这一生就到现在啊 我用过 我觉得最棒最棒的产品 它改善了我们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相信三年前认识我的朋友 现在应该会看得到我的改变 对不对啊 有没有 有哈 所以我就把这套产品呢 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呢 把自己打点的好好 然后呢 可以去参加你的约会 好不好 这一套产品就是2017年面试的 我们的叫利宁六建筑 这个利宁六建筑呢 就是我们以基础 保养六建筑为基础来提升的 对不对 之前我相信 我觉得现在还有人在用那个 我们的基础的六建筑 但那个已经很棒了 我个人觉得那个已经很棒了 那这个呢 是更棒 就是顶级的了 好不好 这一套产品呢 就是号称 我们里面有一个最新的科技叫D-aging 就是原来以前的产品都是 通常是MD-aging 都是看老的 对不对 都是讲看老的 那么现在呢 最新的这个科技呢 是力转我们的岁月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它为利宁六建套 它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停止老化 甚至还可以帮我们已经老化的皮肤得到一个修复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它可以让我们什么 维持年轻 还有陈皮上面的一个管理 集中的弹力 有没有发现用了之后皮肤 就是很多人有一个见证就是什么呢 虽然身材就是说体重可能增加了 但是脸越来越小了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有吗 有用的人一定要大声的喊 有没有 有 对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实际上 我的体重比以前重了 但是很多人讲我 你脸小了 是不是最近瘦了 没有 并没有 衣服是越来越紧了 好不好 尤其是这个过年 我觉得真的是要管理好自己 真的是变成了什么 金猪连嘛 诸言欲论了 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 OK 那么它对于我们活力 就是那个弹力上面的管理也是非常的棒 那这套产品呢 刚才说了 就是我们基础保养六建筑原有的那个四大科技 这个大家就是大概跟大家再解说一下 因为可能有些新的朋友还没有听过 就是还没有了解的 可能大概要知道一下 我们的产品跟外面四面上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用爱多美的产品 重点就在这边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呢 以前旧的六建筑就已经有四大的那个专利技术 第一个是什么呢 高度精致技术 这个可能比较学者的名字 我简单的来讲呢就是 它我们的技术可以把原来草本体炼出来的颜色 是黑色 对不对 我们的技术造色技术可以把那个颜色变成 淡成就是跟水一样的颜色 所以我们可以把有效成分放的更多在我们的产品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产品跟别人不一样 好不好 第二呢就是新鲜的草本 很多的产品是用干草本 可爱多美的产品是新鲜草本 而且是有机的地种出来的新鲜草本 在当天提取下来 当天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做一个体验跟萃取 这个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呢是航方的发酵技术 这航方发酵技术呢 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呢更加的容易让我们的皮肤吸收 第四个呢是多重的液晶胶蓝技术 这个简单的来讲就是蜡米技术 市面上很多产品呢 蜡米应该叫最高还是最低啊 应该是说最低的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一个支生糖 它的那个蜡米是66 可爱多美的产品是多少呢 33到50 所以我们的那个精华液 原来的基础保养六建筑的精华液 也因此比赛得奖第一名 对不对 那么这样半的产品呢 现在我们那个四项这个专利呢 还提升多两项 OK 多两项什么呢 素材技术跟传达技术 那这个我接下来跟大家 详细的说一下 什么叫素材技术就是 你看高纯度的植物性精华EGF 很多市面上有卖的产品 如果富户品有EGF的话 价钱都是非常的昂贵 对不对 大家如果有所理解就是 EGF就是我们表皮生长因子 它就可以就是让我们的 原来已经就是 有问题的皮肤得到一个 很短的时间里面得到一个修复 另外一个呢就是 上豆蛋白质 这个呢是可以强化我们皮肤 皮肤结构中最重要的一个 蛋白质的一个成分 还有呢就是一个 那个优胜美帝的发酵萃取物 这个呢是从100年的那个 树上提取的一个就是 我们讲说什么 长寿的一个遗传基因 好这个 这样的这样半的一个产品 就是原材料 还有一个就是 休眠素 就让我们的皮肤能够 好像在睡觉中 忘记的自己需要老去 这样的一个素材呢 它均匀的 就是通过我们的那个 高科技的技术 均匀的一个分配 达到什么 看老化 美白 还有 达到一个弹力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另外一个 核心技术二呢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那个 传达技术 刚才说的 这个产品呢 它是一个功能性的 所以当我们涂在我们的皮肤上的时候呢 它可以自己找出 有问题的地方 得到一个修复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有一个就是功能性 也是一个智慧性的一个 富富品 它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值得我们什么 值得我们去拥有 对不对 而且它价钱呢 非常的 什么 亲民嘛 我们讲的非常的亲民 那是市面上就是 如果以这样的质量的价钱的话 它可能只有二十分之一 那我们那不是随便说说嘛 对不对 那么经过四周 二十一岁到 就是二十一名的女性 三十周 三岁到五十五岁周岁的这样的一个 试验 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改善眼部周围的那个皱纹呢 提升了14.14% 非常的吓人的 这个怎么讲呢 我们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什么好像打针啊 或者什么 马上就能够看到非常显著的一个效果 可是四周可以让你看到 把这样的百分比是非常惊人的一个 一个成绩 对吗 那么你继续用下去的话会是什么情况 一定可以让你利临嘛 对不对 那二十一点八八八 那是可以改善你的保湿的效果 我们皮肤通常都是因为肝不够补水 不够保湿它才会容易的就是啊 怎么讲老 对不对 好 还有呢就是改善我们皮肤的弹力 就是会让你觉得 诶你的皮肤越来越堆堆的感觉 是不是 所以你的你的为什么就是 你看啊 毛孔如果收缩了 皮肤就会看起来越来越细利 那么你的那个皮肤就会看起来堆堆的 那皮肤看起来堆堆 是不是看起来好像胶原蛋白很多 是不是 那你就比较看起来比较年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 那还有呢 紧致皮肤 这个就是我们呃 过了三十五岁以上的女人最需要的 就我们就是怕衰老啊 还有胶原蛋白那个流失啊 还有皮肤就是不够弹性 所以你看它每一个部分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改善 另外呢 改善我们的真皮的紧致 紧密度 那个是可以达到17.1% 另外呢 还可以改善我们的肤色 很多人用了之后 亲身的感觉都是皮肤越来越均匀了 所以你就会从里面的亮出来 以前可能经常就会发现到 皮肤不够均匀 所以暗淡无光 有没有发现到这个情况 尤其是女人贫血的情况下 一定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白也是那种很白死白 它不会透亮的那种白 可我们的产品会让你看起来就是 从里到外的一个透亮 所以很棒很棒 所以我每次讲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都会非常的激动 那我们的这套产品呢 也是德国 就是德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皮肤科学研究所的一个认证 就是它是非常就是没有任何的刺激 所以我也可以讲说是很多皮肤 基本上所有的皮肤都能够使用的一套产品 因为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用的时候 会有一些小问题 但是我会认为通常都是因为各方面的 就是清洁方面可能没有做好 那么你马上就直接的用一个降好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产品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反应 但是呢一定一定要坚持 我昨天我们聚会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朋友就是 他之前就讲说他用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状况没有降的好 可是他坚持下来之后呢 他现在的皮肤非常的棒 因为我们已经看得到的那个效果好不好 因为说是我说的再多 如果你们自己不适用的话 你永远没有办法感受到好不好 这么好的产品真的是值得我们拥有 那这套产品怎么用 实际上这个图片在网站上面 你就要双点击往下拉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不用去担心说六件产品我应该怎么用 它的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 没有问题 或者是你问一下你的那个你的领袖 他们都会告诉你没有问题 因为我相信这边所有的领袖都在用这套产品 对不对 对吗 是的 我们都深深的爱上了这套产品 因为它让我们怎么样 对了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另外介绍的一个什么呢 我们最新上市的美日面膜 daily mask 这个mask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我从还没有进到 就是它还没有进到我们新加坡网站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在用了 那三种产品我当时都买回来 我也都用了 我的感受就是等下会告诉大家 我用试用过之后的感受 那这三种产品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我适合用哪一种 实际上是你在不同的状况的时候 你需要不同的选择 应该这样讲 所以三种都需要 当你买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你在家里你觉得 什么状况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补充 你自己知道的 好不好 而且它非常的方便 这样的一个就是 而且我们的那个这个面膜 美日面膜是 含有获得专利的那个四种成分 刚才说的那个专利的四种成分 也都在我们的这个美日面膜里面 那刚才说的嘛 最近我的皮肤怎么了 就是你自己觉得 你现在的皮肤的状况是什么状况 所以例如你现在比较疲劳的肌肤 你感觉最近比较疲劳的肌肤呢 那就需要高保湿和增加皮肤的一个弹性 那如果你是暗淡无关的肌肤呢 那就需要补水和滋润 让它晾肤嘛 是不是 那紧绷敏感的皮肤呢 或者是有一些呢 长得比较痘痘的那种状况 我会多数会介绍给它正经舒缓 因为它 它是怎么讲 用的时候是冰冰凉凉 非常舒服 尤其是我们新加坡这种天气 如果你觉得热的话 你就敷一片吧 让自己感觉就是凉爽一下 它那个感觉呢 比你在冷气里面更快 马上降温好不好 那这三种呢 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一个就是紧致保湿 这个呢 里面含有什么水解的玻料酸 听到玻料酸有没有很兴奋啊 玻料酸在市面上非常贵 对不对 还有呢 维生素C多泰 还有阿拉伯胶素的胶原蛋白 这个都是我们皮肤 非常非常需要 这个呢 我会比较介绍给 比较干性的皮肤 或者是你就是 你感觉现在就是 这几天好像感觉 皮肤的水分不够 而我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 补水的一个状态 那你就 选择用这个 那第二个呢 是什么 亮白 对吗 亮白水润 这个呢 是它有 就是 非常有 具有美白的一个功效 那它里面含有什么呢 海百合 还有五味脂多泰 另外一个复活草 就是一个强威 耶利哥的一个强威 阿尔比斯山上的七种稀有的植物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产品 另外一个就是 清凉 还有舒坊 刚才说了 那么大家看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它非常冰凉冰凉感觉 来自于哪里 冰岛的冰川水 还有 晃酸的维生素B5 所以里面的那个成分是非常的棒 那我们再详细的再了解一下 海百合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 它是可以生存在于夏季的极端干燥 如果干燥具有开花帮强效保湿力的这样的一个提取物 所以它具有皮肤保湿 保湿力可以改善我们的暗沉 所以我觉得它是美白最好的 今天你觉得皮肤好像很暗淡 来一片吧 好不好 那么五味酯的萃取物呢 就是将五味酯果实脱脂干燥后 水解浓缩的 就是所组成的一个成分 有助于改善肤色 可以舒缓我们肌肤的不适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呢 护活草 它是在沙漠也可以生存 所以它生命力是非常的强 那么有卓越的一个保湿的一个功效 那么也可以强化我们肌肤的防疫能力 让我们皮肤就是非常更加的健康 那么阿尔比斯山的七种植物 这个是在一百种的植物里面精选的七种植物 这个七种植物呢 都可以有助于我们的美白我们的肌肤 还可以调理我们的肤色复理 那另外一个呢 而且这个都是我们的专利的 艾多美的专利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发酵的大豆 还有扁白 我这个很闹口 马齿线 还有黄铃 这个华语真的要去补充一下 还有七种天然的植物萃取物 卓越的保湿的效果 都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肌肤的不适的感觉 保湿 所以肌肤为什么会老呢 就是因为保湿做的不够 补水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个就是冰川的 冰岛的冰川水 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完全没有污染的一个生态地区 那么冰岛的冰河火山盐过滤而产生的冰河水 所以它可以维持我们肌肤的油水平衡 还有帮助保湿 有没有注意到一直都是强调帮助保湿 保湿非常重要 OK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冰霜维生素B5 那么里面含有昏黄酱 啤酒的酵母 还有小麦的胚芽 花生中所萃取的 所以也是卓越的什么 保湿力 可以帮助肌肤 就是缓解我们肌肤的不适的感觉 那这个天然的 这个 还有专利的 刚才说了 我们埃多美的 那个美律面膜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还有一个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 与众不同的面膜的材质 它是植物的纤维 所以它是超薄的 而且是高透明度的 吸附力呢 非常的强 所以也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材质 它呢 精华液可以吸的非常的多 在里面 那么当我们敷的时候呢 那个效果就会更加的棒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跟别人不一样 而且它不油腻 也不会给皮肤造成一个负担 所以呢 可以滋润 我们就是肌肤那个体验感非常的好 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而且呢 薄薄的一片呢 非常容易使用 也很容易的就是马上就看到 沥干见影的一个效果 因为当你的皮肤干皱的时候 你敷上那个精华液 马上就能够看到那个效果 这个时候通常会在什么时候用啊 那么三种呢 皮肤的状况 可是我们却有六种效果 通常啊 你去买的保湿就是保湿嘛 美白就是美白嘛 可是我们美白再加上水嫩 对不对 好 那个保湿呢 还加上紧致 所以紧致会被那里的皮肤提升 对不对 所以在不同的时候呢 会选择不同的面膜 来作为一个补充 好不好 好 那么其实这个刚才已经说了 那么主要就是 讲说 这个植物纤维的面膜 我们来自于哪里 就是兰安树 葡萄牙的一个橡树 奥地利提取的这样子 纤维的一个粉合物 所以呢 它是很容易很容易的就是 让我们的皮肤就是 不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个负担 而且很容易吸到那个精华液 这个刚才其实说过了大家 最重要就是它还可以透气 非常的清爽 那这个呢是一个就是测试 你可以贴在你的手上 实际上你贴在脸上 大家可以看得到 左边这个呢是其他品牌的面膜 其他品牌的面膜 你可以看得到 它那个贴上去的感觉 跟我们右边这个爱多美的那个面膜 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有没有不同 对吗 对不对啊 是的 我怕大家听到睡着了 OK 那另外一个就可以看到 就这也是一个对比 有没有注意到 普通的面膜 大家看得到 市面上其实卖的零零种种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爱多美 为什么要用爱多美 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大家可以 从这边也是可以看得到 它的服贴性更强 那么它呢覆盖的部分呢 更加的就是紧密 有没有注意到 好 那么就是连我们的眼睛 眼皮那边都能够照顾得到 好 那刚才其实这个已经说了 我就不再说吧 那么保湿跟紧致 那么可以提供我们皮肤什么呢 营养成分 同时呢形成什么 肌肤的一个保护膜 长时间可以维持肌肤的一个保湿力 那么它呢 像那个精华液一般的可以让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精华液满满的敷在脸上吧 所以那种怎么讲 它留在我们脸上就是吸收的那个成分 非常的好 那么可以让我们提升我们的肌肤的一个弹力 那水热亮白不用讲了 其实大家都 除了皮肤要好 是不是都想要白啊 其实我们华人有一句话是什么 一百遮九丑 一百遮九丑 所以你就明白 白是多么重要的 所以你占的优势了 那么水热跟亮白是由海白和萃取物 刚才已经说了 那么它呢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有光泽 对吗 那有助于我们长期的保湿 可以呈现韩式的肌肤自然的一个光泽 韩式肌肤是不是就是好像看起来就是透透的 好像没有什么妆感 但是呢 皮肤圈让大家看得非常的舒服 这样的感觉 好不好 那这个清凉跟舒缓呢 刚才说了 其实它是晒三肌肤的必备生品 我们可能新加坡的天气非常热 有时候可能喜欢出去外面去运动 运动完了之后呢 来一片这个 你感觉哇 马上就清凉了 马上降温了 有没有发现 我们通常现在出去多数都会带着什么呢 玫瑰喷雾嘛 玫瑰喷雾随身带着去运动的时候 当你感觉很热的时候 很热的时候 你流很多汗的时候 就是水分流失很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玫瑰喷雾不只可以给你补水保湿 还可以让你降温 马上立马降温 对不对 那这个面膜如何应用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 当你的皮肤清洗干净之后 你呢只需要拍上什么 我们的爽肤水 就是爱多美的toner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利林六建筑的toner 之后呢就撕开这个面膜 然后就直接的贴上去 对吧 贴上去多久呢 因人而异 为什么讲因人而异呢 因为你在不同的环境中 跟不同的肤质的人 它的状况会不一样 比如你是油性皮肤的 我觉得它的面膜在你脸上 应该会带久一点 如果你是干性皮肤的 你本来就是一个那种干的海绵 吸收力就是非常的强 一下子就把它吸干了 那个时间是比较短的 所以自己拿捏 一般都是10到20分钟 我会建议可能30分钟也可以 但是你自己感觉 如果你已经觉得它干了 没有什么就是 已经没有东西在里面了 你就可以把它拿掉 好不好 之后呢 再补充我们的那个六建筑 再补充六建筑 这个呢 一般我们会觉得 在家里呢 通常如果你觉得就是 需要补充的时候 随时随地 随心所欲的用 好不好 不要说 一定要在什么时间才能用 你有空就用 你觉得现在就是懒懒的一个下午 我就来敷一个面膜 睡一个 睡一个午觉 10分钟 20分钟可以了 好不好 这样补充一下就可以了 那非常方便的使用呢 它是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 它这个尾端有一个开口 这个开口是做什么用呢 里面有很多的精华液会残留在里面 那你如果大面积的挤的话 是不容易挤出来 它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 下面做的一个开口 小洞 那么你可以把剩下的精华液 从这边推挤出来 推挤出来做什么呢 如果你觉得那一片不够的话 你就涂在那上面再上 如果你觉得够了 你就把它涂你的脖子啊 涂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就可以了 就不会浪费嘛 那我们的美丽面膜多少钱啊 太便宜了 里面有几片啊 是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PV呢 对 你去外面买 价钱比这个高 还没有PV呢 PV是什么 是的 只有爱多美才可以拿到回扣 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皮肤已经就是照顾得非常好了 那衣服也穿得美美了 妆容也要注意一下嘛 对不对 那我们爱多美的妇妇品 化妆品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建议 而且我真的是已经用了三年多了 就是以前 新加坡还没进的时候 我已经在用了 非常的好 怎么更好法的 这个是什么 修容组可能有一些 不是很明白化妆的人 可能不是很清楚怎么用 实际上它这个两个有两个颜色嘛 对不对 一个就是暗色的 一个是亮色的 暗色是什么 修复你觉得不是很好的地方 怎么讲呢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这样讲嘛 通常 有些人会不满意自己的脸型 那么你就打在下巴的部位 用一个刷子 张一下那个绅色的部分 刷在你的下巴这边 我每次在用这个的时候 Winnie 不要讲Winnie 他会讲我 你的脸型还需要修吗 我说 就是因为我修的才有这么好的脸型 对不对 那么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 哪里可以用呢 鼻子的地方 这个鼻梁的旁边 当你的鼻梁两边 如果打上黑影的话 中间再点上另外一个亮的 刷你的鼻梁的地方 你会发现 你的鼻子立马增高了 不需要去做增高的 都可以达到那个效果 所以女人化妆其实非常重要 化妆可以让一个女人起死回生 同意吗 同意 对 那我们的质地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们的质地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 它不只是一般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修容粉 它可以保持我们的水分 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哑观的一个效果 所以它不会好像太夸张 或者是哇 涂得太亮 或者是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 我们的产品很棒在哪里 即使你下手重一点 它也不会让你看得非常的夸张 它是很温和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它里面呢 是不含过敏的 就是 就是 怎么讲 一个香味 是自然的一个花香的香味 那么里面有五种不同的花油 什么油呢 菜籽油 红花籽油 月剑草油 海油 玫瑰油 跟羊柑橘油 这些油都是很棒很棒很贵的油 对不对 而且都是不会让我们皮肤造成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油 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修容粉多少钱呢 26块 可以用很久啊 而且你用了 比如说你刷到中间开始 就是一个欧了对不对 你其实可以重新调整它 我们的粉很棒的 你可以重新把它打散了 再压了你要的形状 或者你觉得这个比较深 你觉得它要调别的颜色 你可以参下去的 是的 再压还可以继续用 它可以用到见底为止 好不好 所以非常的好 而且这一盒可以用很久的 非常的棒 刚才说的还有PV8000不少哦 是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眼影 这个眼影也是刚才跟大家已经强调的 我们的眼影也是你下手不小心 或者是不是很熟悉怎么样化妆的人 都可以使用的 你随便爱怎么涂 涂出来效果都很好 怎么讲呢 它非常自然 它不会涂雾 它不会太夸张 那么颜色又非常的好 那里面总共有几个颜色 六个颜色嘛 你可以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情况 用不同的颜色 好不好 那么它的质地一样的 也是非常天然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天然的花做的 所以刚才 非常棒的 那么里面有六个颜色 刚才说的那个派对金 就是当你如果有派对的时候 但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当你用的那个眼影 你简单的用完了之后呢 你再点在眼窝那边一点点 你眼睛马上立马亮起来了 白天也可以用 因为我们的产品呢 它刚才说的颜色非常的自然 那么这样的一个眼影多少钱呢 28块 还有PV哦 还有PV哦 有没有兴奋一点啊 所有的产品买了之后什么 都有回扣嘛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 爱多美的 腮红纸 这个腮红呢 两个颜色嘛 对不对 一个粉色 一个有一点带一点橘色 这两个颜色呢 一样的情况 刚才说了 它的质地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服贴 那么 随便 真的是随便怎么用 它都不会有涂物 而且我个人觉得 我们随便刷了 刷多一点它也不会说 哇 很可怕的就是一坨在这里 它会非常自然 非常均匀 就是让你感觉好像没有化妆 但是呢 你的气色非常好 它是要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裸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样的一个腮红一样 二十六块 好 还有八千的PV 我看Yuki非常开心 一听到PV OK 接下来就是跟大家 你说 所有的妆都化好了 再来一个什么呢 是的 口红带 口红重点是什么呢 画笼什么 点睛 起着画笼点睛的作用 如果你全部都涂得很美 结果你少了一个口红 那就少了一个重点 对不对 那口红呢 我们爱多美的口红有几个颜色呢 八个 对 有八个颜色 这个八个颜色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样的 这个颜色非常的棒 而且我们一直强调什么呢 爱多美的口红是什么 可以什么 可以吃的口红 但是肚子饿的话还是吃饭比较好 是的 但是重点是什么呢 爱多美的口红 为什么讲它可以吃 所以你可以安心的使用 因为当我们吃饭的时候 你会有残留的东西 残留的那个口红吃进去 对不对 那跟爱人约会的时候呢 自己想啊 对 所以呢 选择好的口红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那我们爱多美的口红 不只它是天然的 而且它会让你的纹理 就是你涂了之后 不会看到皱纹这样的感觉 对不对 非常的滋润 非常的滋润 如果你们觉得说 我单单涂口红不够的话 我可以先来一个润唇膏 再来这个口红 那个效果又是不一样的效果 这个完全是看个人的喜好 好不好 那这八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呢 402 这边有没有人全部用过所有的颜色 举手 只有我们两个三个吗 我用过 402什么样的感觉你知道吗 粉粉的 当你穿浅色衣服的时候呢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自然 403 它其实很靠近402 可是403是那种很自然的颜色 就是你涂了那种感觉 就是非常的有 什么讲 有胆次感 就是它那个胆次感非常高 那404呢就偏红一点点 如果如果你穿的衣服 今天穿的颜色比较深一点的话 你可以再来一个404 那405什么颜色呢 非常深的颜色 就是有点猪肝红的颜色 这样的颜色呢 比较适合网面 网上 或者你个人比较喜欢那种就是 比较怎么讲 比较性感的感觉 它的颜色是比较深的 那406呢 我觉得它非常大众化 它是那种橘色的 我觉得它随茶这个颜色都好看 因为它会立马让你的皮肤亮白起来 那 是 诶 等一下 407呢 407那是什么颜色 它是有一点那种桃的颜色 这个桃的颜色非常有女人味 对不对 那408什么颜色呢 408的颜色 眉红的颜色 如果穿白色的 皮肤白粒的人 查得非常好看 我们这边有个代言人 好不好 我们这边有个代言人 就是你 那么409呢什么颜色 辣椒红 它非常的性感 当你去宴会的时候 我跟你讲 它绝对是加分的 所以当我们呢 把这个妆容全部都照顾好了 那么口红点上去之后 基本上呢 就可以开始去 什么 约会了嘛 对不对 开开心心出去约会了嘛 那么这个呢 就跟大家再 就是强调一下 刚才说了 如果你在涂口红之前 如果你觉得 你要先论一下你的唇 因为我们的论唇膏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什么呢 它还有黄紫外线 SPF15 这个是非常棒 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呢 魔术的一个论唇膏 就是它会跟着你的体温 跟着个人的肤色 它查出不同的效果 所以每一个人涂上去 它都有不同的效果 如果你平时不化妆的时候 你可以只用这个 好不好 那也会让你看起来气色非常的好 那么这边就不说了 因为时间好像不是很够 那这个呢 就是依据个人的那个温度嘛 刚才说了 那这个呢是使用前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涂一层的话 就是中间那个状况 那涂两层 它效果又不一样了 所以艾多美的那个论唇膏呢 随时随地 可以准备一支在你的身上 随时随地 你都可以补充 好不好 那你的气色呢 随时随地都是保持最佳状态 好不好 那这样的一支论唇膏 才多少钱啊 太便宜了好不好 艾多美的价钱真的是 非常亲密 因为这一支可以用多久啊 所以通常我们就 身上带一支 家里放一支 对不对 因为哪怕忘了 就没得补充嘛 不够嘛是不是 因为要保持什么 每时每刻都要保持 最佳状态 对吗 所以 那么我的分享呢 基本上到这边 那祝大家 过个甜甜蜜蜜的情人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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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